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无人列车 小周因为业务繁忙 长年的出差在外 好不容易临近假期了 本以为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领导呢 再一次的弃中他 派他去了A市开会 这一路上 别人都是大包小裹的 怀里边揣着旅游的热情往外奔走 而他呢 却是欲哭无泪的看着车票 慢慢的走向了火车站 出发的时间还早 财务给他定的是半夜一点钟 小周不禁就想起了咒骂的领导的祖宗十八代 这般的念头只在脑袋里边停留了一会儿 劲儿又消失了 就当是出去玩了吧 小周就这样安慰着自己 他有一些想念家里边的母亲了 成年寺外漂泊的日子 磨剧了当初的棱角 他渐渐的安定了下来 他望着自己的归属 他摸了摸口的 手机显示是午夜十二里 他想着母亲大概已经睡下了 看着周围的旅客渐渐的少了 他缓缓的闭上了眼睛 思绪挽起 想起了自己的初恋 想起了自己的前任来 那爱的苦涩 爱的心酸 一声亲切的提醒 将他拉回到了现实 旅客朋友们请好 本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请手持车票前往指示区等候 小周看着空荡荡的四周 这会儿自然是没有人排队 他大可以慢悠悠的走过去 他划过车票 指示灯由红色闪烁成了绿色 门开了 他静止的走了过去 奇怪啊 这怎么连了执勤都没有啊 他以为是交接班吧 就漫不经心的来到了月台 一辆列车从远处无声无息的驶了过来 莫非我定的是磁悬浮 他睁大了眼睛 而车票上分明写的是 K大头的列车呀 居然一点的声音都没有啊 而且车厢里边似乎特别的安静 这里并非是始发站的 所以这空着车厢应该不太可能吧 他好奇的踏上了这辆归一个列车 刚松了口气那车门立马就关上了 然后列车开始飞驰 他走进了车厢四处的环视了一下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啊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起来 他感觉到有一些渗透 没有人的车厢虽然自由 却容易让人感觉到困难 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物种 所以小周睡着了 他感觉到这一觉睡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时 小孩的哭闹声影响了小周的瞌睡 他懊恼的瞪着旁边 眼前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 才过了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刚才一个人都没有的车厢 现在竟然坐满了人 这匪夷所思 难道刚才他们去别的车厢里边玩了 他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去隔壁车厢里边看了看 这车厢里边也是坐满了人 按道理不应该啊 他看着两边的行李 非常不解 他索性坐了去 他盯着旁边的孩子和老人 他心里边现在充满了困难 一个推车推到了他的身边 上边放着零食饮料 看起来非常可口 他从钱包里边拿钱递开去 可是那个人竟然没接 他紧觉得看向了身后 推车的列车员不知道上哪去 或者说 根本就没有出现 那这列车是自己跑出来的 他又看了看旁边的人 好像都没有去拿的意思 小周纳闷了 他坐过无数次的列车了 他知道食堂在第几家 于是 他去找 在第九车 他找到了厨房 可是一个人都没有 他感觉到一股子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连忙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而这个时候 他周围的人又不见了 他听见广播里边 传来了非常有萌兴的声音 周先生 欢迎乘坐 午夜末班车 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小周歇斯底里的咆哮着 他敲打那窗户 他恨不得立马就敲到车下面去 可是窗户外边阴雨连绵的 直捕时的 还有闪电 雷声嘀咕哭 小周惊呆了 并非是恶劣的天气让他胆寒了 借着闪电的光亮 他依稀的可以见到 窗户外边并不是他熟悉的 A市郊野 全是一大片一大片像是乌鸦一样的东西飞过去 时而低旋 时而冲上云霄 他顺着铁柜清楚的看到 他们将会通向一个阴森森的城堡 他将站起来 无形的怪力硬生生的把他身体安在了座位上 这实在是太邪门了 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 车门打开了 小周似乎是被谁绑着双手一样往前走 让他双腿直发麻 寒风刺骨 他来到了城堡大门 后市的铁门支支的敞开了 鬼面武士手持着巨斧奔了出来 看着小周就是一顿的猛批 他的身体动态不得 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身体被一分为二 一半压向了地狱 而另一半来到了魔王的殿堂 魔王看着小周 丢下了判官服他一脸的不满 拉走拉走 留着他是个祸害 小周的半截身子紧急着就被扔下了万丈悬崖 他紧急着大腿一抖 他从椅子上面迟迟的站了起来 原来是一场噩梦啊 他擦了一把冷汗 他看着四周渐渐的没人了 他走向了前面 只听到广播里边播报着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了 本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请手持车票前往指示区 等待 好了 这就是 无人列车的故事